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有一個星座的調查 那就是容易爆買跟亂花錢的星座 這個是雙十一的時候一個大數據 這個蠻準的 第一名是摩羯座 你敢相信嗎 第二名是天秤 第三名是天蠍射手跟處女座 我們天蠍尾 我們feel 對了就對了 處女座應該是獅心瘋了吧 然後射手座應該是毫無節制的關係 至於第一名跟第二名比較讓我們意外 我們來看最摳門的 那是白羊、雙子跟金牛座 果然你們金牛座有點摳門 盡量會在實體的店面買 我懂了 因為我會喜歡拿起來之後看 因為我沒有親眼看到我會覺得很可怕 我懂我懂 所以要摸到看到 然後嘗試到 然後覺得CP值夠了 你才會下釘 那有認識白羊或雙子嗎 因為白羊雙子比較令人意外 很多人說白羊很衝動 可是我其實覺得白羊不衝動 尤其是周遭的人都很衝動 或很踴躍去做的事情 他會覺得很無趣 你身邊有白羊嗎 白羊有 有 也蠻多的 這種感覺 對 叛逆性很強 對 那種小 可能在班上 就可能 大家去玩的時候 他們在坐在某個角落看小說那種感覺 對 眾人皆最有個獨行 他覺得自己很高級 對 我知道你啦 這就是白羊座 我跟你講 我是天蠍座 我是前三名之一 對不對 第三名之一 我在網購的時候 我圖的就是方便 就你送到我家 我都不用出門 那為了這個方便 我願意付出那個採地雷的成本 我有大概 四分之一的錢是浪費掉的 就是我一定會買來 就看了一眼 然後 果然CP值很爛 然後就擺在一邊 你不會退貨 有時候東西太小了 或者是食物 我就不想退 所以因為這樣 我才會第三名 如果我敢於退貨 我可能就第一名 可是我覺得比較意外的 大家有沒有比較意外 第一名爆買的居然是摩羯 然後第二名居然是天秤 首先我先說天秤 我身邊的天秤還蠻愛丟東西的 他不喜歡東西用太舊 或者是用到已經 就是很老很醜很髒 或者是很討厭 他會寧可喚心的 所以有太舊喚心 那你身邊有沒有天秤座 很愛買 我爸 這樣不行他在看 你爸在看啊 沒有他很省 他很省啊 天秤的爸爸很省 對 我覺得這個網路上這個天秤 應該是沒有家蕾的天秤 的確 然後摩羯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工作壓力太大 摩羯跟天秤都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有人說 也太準 我摩羯買到信用卡 資訊都背起來 對 我精心在摩羯 摩羯準 沒事就是上網狂買 其實我覺得摩羯就是悶騷啊 平常在外面一副那種 這個也嫌棄 那個也嫌棄 結果回到家就開始失控 有沒有 因為你們在外面太控 回到家就失控 差不多就是這樣 是真的啊 所以就是這種人很假白這樣 沒有表裡如一 你如果在外面 你也可以把你的感情釋放出來 看到什麼 想要什麼 就說出來 你可能回家就不會失控了 好 好 好